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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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的时候前门传来了敲门声 有人看着你的房子并按了门铃 假装自己是某位公营服务单位的收费员 他们的目的是进入房子内部并熟悉屋内的布局 他们会坚持一定要进屋 当进入屋内时 他们就会偷偷查看贵重物品的位置 如果你碰巧遇到这种情况 请直接关门 然后打电话给他们所假装的公司 再让任何人进屋前 请先验证他们的身份 办孕妇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之一 这可能会发生在购物中心 停车场 甚至直接出现在你家门口 看起来像孕妇的人会假装自己身体不舒服 这种手法主要是利用你当下的反应 以及帮助弱势的同情心 在你上前关心的同时 他和他的同伙就会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 抢走你的钱包 车钥匙或手机 记得先拿水给他们喝 保持距离 然后打电话叫救护车 那些洗劫房屋的人 有一套暗号来帮助同伙了解房屋类型 看看门上 出入口 或围里上 有没有不起眼的浅色记号 五个圆圈表示 你的住家有许多贵重物品 圆圈上加个X 表示没有什么不值得行抢 嘿 也许你该自己画个X 节省彼此的时间 其他暗号 则是用来表示居住者的防卫程度 房屋是不是曾被闯入过 或是屋内是否设有保全装置 下一个手法是 当你在倒车时 你突然听到一声巨响 你出去查看 发现有人倒在地上 看起来很不高兴 他们会说你弄坏了他们昂贵的手机或手表 或说你害他们受伤 他们会向你索赔 如果不给的话就要报警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 那你才是应该报警的人 一毛钱都不要给 如果你怀疑他们的话 那就告诉他不用担心 因为你可以向警方提供你的行车记录器 就算明明没有 你也可以这样跟他们说 如果他们真的受伤的话 他们肯定愿意等警察来 如果是诈骗的话 只要听到行车记录器 他们的伤就会奇迹似的复原 其他手法就跟你回到停车场准备上车一样 你会发现挡风玻璃上有张一百美金 不要太兴奋 这只是新的诈骗手法 这种手法建立在你下车去拿钞票的举动 你可能会以为有人擦伤了你的车 并把钱留在挡风玻璃上作为补偿 当你下车时 这些人就会立刻冲下你 抢走你的车 以及身上的贵重物品 然后开车扬床而去 很惨吧 你该做的事先查看自己的车上是否有可疑的东西 然后再上车 为了测试住家的警报系统 一些犯罪人士会多次撞击保全系统 如果住家发生这种情况 请查看外面的状况 有些人可能会持续撞击好几天 让你相信是警报系统太过敏感或出现状况 然后你就会因为声音太吵而将警报关闭 对他们来说 这就是行动的时机 没有警报的话 要偷东西简直易入反掌 有些人可能会在街上看到你的新车后 直接尾随你 只有在到了人潮较少的街区停等红灯时 你才会注意到他们 这时他们就会从后方撞击你的车辆 你当下的反应可能是离开车辆并检查损坏情况 但这时候他们的同伙就会冲进钥匙还插着的车辆 然后把车开走 包括车内所有的物品 身份证和其他文件 如果有人在红灯停时弯下身体 向你寻求协助的话 先将引擎熄火 并将钥匙拔除 有些人会友善地接近你 说要给你能带来好运的免费手链 这通常都发生在人潮较多的旅游景点 当你将手链戴上后 这些人就会变脸并要求你付钱 他们会说卖了手链给你 而你却拒绝付钱 然后假警察就会过来要你付钱 否则会有法律问题 这位卖家也会拒绝收回手链 并不断缠着你 千万不要让任何人免费给你来路不明的物品 如果他们往你靠过来的话 直接走开就行了 当你走在路上时 可能会有人撞到你 并将饮料撒到你的衣服上 他们会向你道歉 并尝试帮你清理衣服上的饮料 但他们在擦拭的同时 会把手伸进你的口袋 并在不知不觉中拿走你的私人物品 爬手经常在拥挤的地方使用这种技巧 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 请不要让他们碰你的衣服 不管你是要开车上班还是下班 都要记得先检查车辆 并查看副驾驶坐的车门 试图偷车的人 会先在车门把手上放几块硬币 虽然你可以解锁 但当你稍后要上锁时 硬币会使车辆无法锁定 这会让他们偷车变得更轻松 他们不用跟着你去工作地点 只要在车辆附近等你回来 当你以为自己已经在下车后 将车辆锁定时 他们就会趁机将车辆偷走 笑一个 厕所隔间的钩子里 可能藏有摄影机 有些警察发现这些摄影机被涂成黑色 有着双面挂钩 并被放在隔间里的阴暗角落 走进厕所前 尤其是公用的隔间厕所 请先检查墙壁上有没有可疑的挂钩 手机镜头这时候就能派上用场 针孔摄影机也会出现在饭店房间或出租公寓中 有许多人在浴室的通风孔中发现摄影机 而某些人则发现摄影机藏在空气清净机或墙壁上的装饰中 当你进入饭店的同时 请将灯光关闭 然后用手电筒扫过整个房间 注意一下有没有反射光 因为镜头会将手电筒的光线反射回来 如果你发现有房间里有类似东西的话 请不要直接联络饭店人员 离开房间并立刻报警 机场并不是最安全的停车地点 有些人会在机场附近探头探脑 寻找他们想偷的车 他们会用扫码装置来复制停放在机场内车辆的晶片钥匙 得手后就离开现场 在这之后 他们会用放置在车上的追踪器来到车主的住家 并将车辆偷走 当你在机场时 请将车辆停放在光线充足 并有监视摄影机的区域 离开时 记得检查车上是否被装有追踪器 你准备开车时 发现车上有一条巨大的刮痕 而挡风玻璃上贴了一张字条 上面写着某人的联络方式 并告知你他们愿意赔偿 当你与他们联系时 他们会说 你只要把车交给他们认识的技师 他们就会帮你付清修车款项 而这位技师 其实也是诈骗集团的成员 他们会复制你的车钥匙 并在车辆中放置追踪器 之后再趁机把你的车偷走 请不要将车辆留在诈骗人士推荐的地方 只把车交给你信任的人 留纸条的人 正是挂上你车子的凶手 而他们肯定得为此付出代价 嘿 如果你今天学到了新东西 那么请给这个影片点一个赞 并与朋友分享哦 这里还有一些很酷的影片 我想你也会喜欢的 你只要点击左边或右边 持续锁定量生活频道 感谢您的顺客